欢迎收看老炮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奇幻青春喜剧 女孩梦三十 珍妮是个普通的13岁初中生 刚好处在女孩子生长发育 渴望成熟的阶段 她常看的时尚杂志上说 30岁才是个女人最美好的年华 所以她总是不满自己扁平了胸部 和中规中矩的短发 想要一夜长大 同时她也羡慕校园中引人注目的 美女六人团 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 这样就能得到她心目中 海马王子帅气男的关注 这天六人团找到了珍妮 告诉她 如果珍妮愿意帮他们做作业 就可以考虑找上帅气男 一起去她13岁的生日派对 珍妮答应了 转眼就来到了珍妮生日这一天 摄影哥提前来到珍妮家给她祝寿 并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一个手工迷你房子 以及据说在许愿时 早上就可以实现愿望的许愿份 珍妮非常喜欢 但是还没来得及和摄影哥说谢谢 六人团和帅气男就来了 但是他们并非真心请来参加派对 在稀浓了珍妮一番后 拿着珍妮的作业就走了 珍妮伤心地躲在了壁橱 许下了她的生日愿望 那就是逃离13岁尴尬的青春期 马上变成富有风情与美丽的三十岁 珍妮从笔橱中走路出来 惊奇地发现自己住在市中心的豪华公寓里 以前对她爱搭不理的帅气男居然在她家过夜 而讨人宴的六人团之首 恶心女居然还是她的助理 自己则是知名时尚杂志的主编 这下她才意识到自己如愿变成了三十岁 可是虽然外表长大了 内心却依然还是13岁的懵懂少女 心慌中她立刻想到20万伴摄影哥 于是就找到了她 可她却一脸对珍妮很陌生的样子 经过一阵聊天和翻看照片 珍妮才知道 原来自从13岁生日后 他们就渐行渐远 珍妮加入了六人团 毕业后顺利从事时尚行业 并且很少回家 而摄影哥则做着摄影的工作 两人没有什么交集 珍妮非常不安 她的记忆依旧停留在 他们还是好友的时候 摄影哥并不清楚珍妮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建议珍妮 好好享受现在的生活就好了 于是珍妮开始尽情按照 自己的喜好打扮自己 出入坐着好华轿车 夜晚参加名流的社交派对 却拼购物 小时候所期盼的 现在都实现了 然而就在这时 杂志社出现了危机 原来珍妮在此的职上杂志 有任何创意都会被 另一家杂志社 抄袭跟风 导致销量下降 于是上层 要求全新改版 这让珍妮感到很振奋 她觉得创新 才能给杂志 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而另一边 心机女爵的珍妮 在她头上压太久了 也觉得这次是一个让自己翻盘的机会 珍妮在工作中浅浅发现 自己之前竟然是一个 为了做事不择手段 甚至剽窃别人创意的人 而且公司里的人 表面对她小盈盈 其实背体里对她根本没有好感 甚至在私生活上 她还和已经结了婚的男人交往 接受不了直接打击的珍妮 引领崩溃 她找到了摄影哥 向她吐露自己的心声 不想却又得知 摄影哥已经和美丽之星的女主播订婚了 而且马上要结婚了 遭受了这些打击的珍妮只想回家 扑进爸妈的怀里 来到父母家 珍妮感受了这段时间以来 从来没有哭的安全感 休息了几天之后 珍妮打算斟酌起来 珍妮找到了摄影哥 聘请她作为特邀的摄影师 拍摄她丑化的项目 刚开始 摄影哥以自己的风格和时尚杂志 不复唯由拒绝 可是珍妮对她说 自己并不想要做做的时尚大片 只想要贴近生活的素材 于是摄影哥答应了 接下来的一周 珍妮协助摄影哥拍摄 两个人仿佛回到了高中时代 每天都非常开心的在一起 最后珍妮的创意和成片 打败了新妻女 也情演了众人 就在珍妮想要告诉摄影哥 这个好消息时 她的创意和照片 却都被新妻女盗走 去了别的出版社 更糟糕的是 摄影哥的婚期已经临近了 珍妮此时 过不得杂志设的事 飞奔回老家 总算在婚礼前 见到了摄影哥 珍妮再也无法隐藏 自己的爱意了 她告诉摄影哥 自己非常爱她 只是没有早点发现 摄影哥虽然深爱珍妮 但是她不能辜负未婚期 她把珍妮当年还给她的迷你屋 再次送给了珍妮 珍妮这才明白 人生中很多事是不能完美的 而她现在最想做的是 回到13岁 一阵微风吹起了迷你屋上 残留的许愿粉 珍妮回到了13岁 这一次她牢牢抓住了 摄影哥的手 青春期的时候 总是很矛盾 有的人不想长大 有的人渴望成长 然而 从来没人给我们一次 一夜长大的机会 就像珍妮 如愿递达了30岁的人生 也有自己不圆满的时候 所以希望时间不要太快 也不要太慢 就这样刚刚好 以上就是本期老泡定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泡定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